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朋友请坐 我是林毅 今天咱们接着讲大模型 上回咱们讲了神经网络模型 是如何从一无所知 到把各种各样的知识融汇贯通 小到辨别一个手写数字 大到帮忙排位上分 我自己也算开发过不少AI程序了 可是不管它们能力再怎么强 总感觉它们只是个工具 没有人情味 要说真能让人感受到智能 那还得是能和人对话唠嗑 事实上自从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出现 研究人员就一直想着 说让计算机模拟人类思考 理解和学习的能力 并且把语言视为这些能力的重要载体 著名的思想实验图灵测试 就是通过让人与计算机用自然语言交流 来评估机器是否具备智能 于是一个关注于是计算机理解解释 和生成人类语言的研究领域就诞生了 那就是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简称NLP 今天咱们就正式走进语言处理的世界 聊聊在ChatGPT带来革命性变革之前 人们是如何创造出一个能自然对话的AI的 首先自然语言处理 这个自然是什么意思 咱们平时和别人聊天 包括我现在说的这些都算是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就是自然而然 随着文化演化形成的语言 它不像是我们自己定义和创造的编程语言 是有历史和文化积淀在里面的 正因如此 自然语言的成分往往相当复杂 像Vivo 50这种怪东西 它也是自然语言 而且就算是同一个词 随着时间推移 它的含义也会发生改变 就像答辩这是个很正经的词 但现在它味道肯定就变了 不过虽然这玩意很复杂 但咱们人类偏偏就有这天赋 四个月大的婴儿 就已经能听明白父母叫自己了 因为开始理解不同声音的含义 长大之后就更是学得贼快 比如说咱们看到一句话 原神是由米哈游自主研发的一款 全新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即使你完全不知道原神和米哈游是个什么东西 你至少也能马上听明白原神是游戏 然后又能推出来米哈游是一家游戏公司 就是这看似无意间完成的过程 实际上已经蕴含了许多处理语言的步骤 我们首先将句子拆分 就开头原神是什么什么 这个原神就是个有意义的词 但神是就不是个词 然后咱们再判断词与性质 就能分辨出来原神米哈游是名词 而研发是动词 接着咱们还能提炼出来什么是什么这个句式 就知道了原神它是个游戏 然后还剩一个名词米哈游 它是研发这个词的主语 所以咱们就知道它是个企业或者机构 这短短一瞬间咱们的大脑就完成了一系列精密复杂的解读工作 最终是我们理解了语言中包含的信息 而这个过程时时刻刻都在每个人脑子里挖扔着 那机器是如何理解语言的呢 我们先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每个人都能看到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星星 但还没有词语去描述 如果想表示这俩东西 有的人可能就用手画圈儿 有的人可能会拿石头在地上板 但效率都非常低 你画个圆还有可能是满月 这就很容易误会 直到语言出现它们就有了名字 也就是太阳的星星 人们就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这些信息了 这种将信息转换成特定形式的过程 就是编码encoding 编码就像给电影寻找一名 对于同一部电影The Matrix 路版的一名是黑客帝国 台版的译成是骇客任务 而港版的意味22世纪杀人网络 它们代表的都是这同一部电影 但这些名字带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这说明编码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 同一种信息其实有很多种可能的编码方式 一种有效的编码应该能在转换之后 尽可能的保留原信息的核心特征 从而避免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减损和失真 我们需要编码是因为信息的接收者多种多样 而不同接收者能够理解的信息形式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看到大街上两条狗在狂吠 如果不是精通狗语的专家 大概是无法理解狗叫声中蕴含的丰富信息的 但如果我们有个养狗的经历 能够根据不同叫声的频率音调起步变化 将它转换成人能够理解的状态 比如说高调红量的叫声就代表警觉 短促尖锐的叫声就表示问候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读狗叫声中的信息 对于计算机而言也是如此 计算机是无法直接理解人类语言的 它能直接理解的只有两种输入 零和一 这是因为计算机的基础构架是晶体管 它是一种微小的电子开关 可以在断电和通电两个状态之间切换 因此这两个状态可以很自然的映射为零 断电和一通电 也就是二进制表示 这种小开关的组合可以执行一些简单的逻辑判断 比如两个开关都打开就输出一 其他情况都只输出零 这就是案子的逻辑 又或者只要至少有一个开关打开就输出一 只有两个都关着才输出零 这就是all的逻辑 将这些逻辑模块组合起来 电路就能实现像加减乘除这样的基础运算 又或是执行一些简单的条件判断 如今我们的电脑芯片上有数十亿 甚至数千亿的这样的晶体管 这些晶体管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电路 但无论构造多么复杂 当代计算机的核心依然是基于零和一的二进制系统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信息 视频图像或者是文字 想让计算机对它们进行处理 都得先以某种方式将它们变成数字表示 在进一步编码上计算机能够理解到二进制格式 于是通过编码把人类的语言符号 转化为机器能够计算的数字 就成了让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第一步 如今的计算机其实已经有了成熟的字符编码系统 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文字就是靠它们显示出来 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两种叫ASCII和UNICODE 这些编码方案通过一一对应的方式 定义了一组字符与相应数字之间的映射关系 比如在ASCII编码里面大写字母A的编码就是65 通过这种映射方式各种字符都可以被转化为数字 从而能被计算机系统存储和处理 然而这种字符编码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编码还不太一样 深度学习所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字 而是一种特定的形式 向量 向量是一种数学表达方式 它表示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量 你可以将向量想象为一个箭头 箭头的长度表示它的大小 箭头的朝向则是它的方向 向量这个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它表示了一个量的空间状态 这使得它能很好的承载高维度的信息 在计算机科学里面向量通常是一列数字 这列数字反映了数据样本的一系列属性 它就像是某个数据对象的用户画像 性别 年龄 地理 位置 消费习惯等等特征都被编码成了这列数字的一部分 而这些属性各自代表了数据的一个维度 于是我们可以通过向量以高维的方式表示数据 从而让深度学习模想去到深层词的语义和结构 比如理解词汇间的复杂关系 或者找到多组数据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而如何将语言符号转化成向量 才是接下来我们着重要讲的编码形式 这一过程被称为文本表示 文本表示的第一步就是确定表示对象的基本单元 为了创造一个能够自然对话的AI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全面的将所有文本相量化 让模型有充沛的学习资料 这样它才能更好的学会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我们构造一个词典 让词典中的内容能够自由组合成所有可能的文本 这样模型只需要记住词典中每个基本单元的含义 就能通过建立这些单元之间的联系学会自然语言了 就像我们刚开始学习识字的时候 总是先掌握单个汉字的意思 然后才能一步步签词造句落笔成文 然而一组文本数据的范围可以大到一篇文章 小到一个字符 中间还能划分为段落句子短语等等的不同层级 在选择词典的构成时 如果将高层级的对象作为编码的基本单元 比如将句子这个级别作为表示文本的最小单位 那么最终能够表示所有文本的词典将会无比的庞大 因为几乎每个句子都有着不同的词汇组合和语法结构 这就使得句子的形态几乎是无限的 如果使用句子作为基本单位 就要为所有独特的句子单独存储一个编码表示 这就会使得数据级的规模急剧膨胀 此外当句子成为了基本单位 句子中蕴含的语法结构 指代方式 语序关系等等信息 也就都将不复存在了 就像是一张有着复杂图案的拼图 如果站的太远就只能看到整体的轮廓和色彩 每一块小拼图的细节都被淹没在了其中 然而对NLP的很多任务而言 这些细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文本分类对语序关系就比较敏感 当这些细节消失 模型就很难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了 因此我们需要将文本字符串拆分成更小的有意义的单元 作为编码的基本单位 这就是分词 而那些被拆分出来的基本单元就被叫做Token 也就是如今各大厂商对大模型计价的基本单位 在所有分词方式里面 最直观也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按词划分 这被称为磁力度 在磁力度下 比如前面那句话 原神是由米哈游自主研发的一款全新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在磁力度下 它就会被拆成是原神是由米哈游等等这些词 这种分词方式和我们阅读时的停顿习惯是一致的 每个Token代表了一个完整的词或者端语 词语中的语义信息也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看起来这种分词方式挺不错的 但它也有俩问题 一方面 以磁力度构造的词表依然太过庞大了 仅以现实生活中的词典为例 汉语大词典有着超过30万个词条 而英语词典通常包含超过47万个词条 庞大的词典规模导致它的维护成本就很高 查找和更新的极其依赖高效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这就大大影响了模型的学习效率 另一方面 词力度很难适应不断出现的新词 比如像Nubility和真不硕这样的新词 再比如那些英文里面 Smart Smarter Smartest 这样含义相似 形态不同的词 由于无法分辨词语的内部结构 词力度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词表里面 开辟一块新的空间将它们存起来 这就会导致词典的规模持续膨胀 进一步增加计算的开销和负担 所以为了紧对这个问题 还有另一种将文本拆得更碎的分词方式 叫做字力度 像前面原神那句话 就会被拆成一个一个字和标点符号 但这个办法也有问题 单个字母或者中文字符 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将文本分得太细 反而会导致词汇汇的语义信息丢失 而且模型输入的计算开销也会变得更大 像I love you这句话的 在词力度下只有三个词 但在字力度下就会变成八个字母 计算量就大了很多 理想的分词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在词表规模 词表覆盖率和词表基本单元的含义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 它应该既能保留每个基本单元的语义 又能够依靠基本单元的组合 覆盖绝大多数不常用的表达 还能将整个词表的规模 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而这个就是如今大语言模型采用的分词方式 就是常用的词尽量不分解 不常用的词再往下分解为字词 比如Smarter就会被拆分为Smart和ER 通过学习基础词Smart的意义和后缀ER 模型就能理解整个词的原意 还有它的比较集含义 而像Nubility这样新造的生词 就可能会被拆分成前面的NIU和后面的Bility 这样即使Nubility新词不在训练数据里 模型还是可以通过识别其中的Bility后缀 来把握一些基本的语义信息 从而对这个全新的词的含义 做出一定的推测 因此今天大模型里面经常提到的token 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字 而是一个子词 拿中文举例子 您这个字经常单独用 它就算一个token 我们是一个词 两个字 但这俩字经常连起来用 所以这个词也算一个token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大模型里面的一些怪现象 比如它很难数明白一段话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字 这就是因为模型能理解的只是token的数量 而不是真正字符的数量 然后像你让它把一些罕见的复合单词倒过来写 也会出问题 比如说拆的gbt把lolipop 包包糖这个单词倒过来写 它如果不写一个带把脚本 而是直接自己输出的话 答案就很可能是错的 同样的也是因为AI看到的是 LOL LI和pop这些token并不是单独的字母 但这些就都是小问题了 子词力度已经是当下最好的 能够平衡词表规模和语义信息的分词方式了 在明确了文本编码的基本单元之后 下一步咱们就要把这些拆分好的文本 编上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数字 也就是向量化 什么是向量化 还是举个例子 我是神里灵华的粉丝 养了只很乖的狗 这句话分完词 它就变成了我是神里灵华的粉丝 等等这些基本的token 怎么把这些token变成数字化的向量 首先最简单的叫万号读热编码 刚刚那句话按照流行的 揭把中文分词工具算上标点符号 总共可以被切成14个token 这里面的字出现了两次 所以不重复的总共是13个 按照读热编码 这13个token就可以分别写成13个长度为13的向量 每个向量都是只有一个位置是1 剩下的都是0 刚好13个互不相同的向量 可这种编码方式有两个重大缺陷 首先例子里只是一句话而已 可一整门语言的token的数量 就要远远大于13个 按这种方式 每个token都得表示成一个长度几千 甚至几万的向量 而每个向量里面又只有一个1 剩下的全是0 计算量消耗大的同时 信息密度又非常低 非常浪费 再一个就是这种表示方法也体现不出来词的含义 比如说我是神里灵华的狗 和我是神里灵华的犬 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样 但这种编码方式下 每个token都是一堆0 然后某个位置是1 完全体现不出来狗和犬的含义 比狗和猫更近 所以咱们就还需要更好的编码方式 首先为了解决读热编码信息密度低的问题 学界提出了back of words 磁带编码 回到前面的例子 我是神里灵华的粉丝 养了只很乖的狗 如果用独热编码来表示这句话 它就需要14个长度为13的向量 每个向量都是12个0和1个1 它换成磁带编码之后 这一整句话就只需要单独一个长度为13的向量 磁带编码不会再把每个token都转化成向量 而是会计算每个token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的这个token出现了两次 剩下12个token各出现了一次 用一个向量就全记录了下来 可这样字词之间的顺序 这个重要信息就丢失了 我是神里灵华的狗 和神里灵华是我的狗 这两句话的磁带编码是完全相同 但听起来它俩说的好像并不是一个意思 这就出大问题了 于是用一种新的编码 ngram就被提了出来 ngram指的是长度为n的小词组 这些小词组的生成 可以想象成拿一个长度为n的小窗口 沿着句子往下滑 每次框出来的就是一个个长度为n的小词组 到咱们那个例句 假设n等于2 那框帅的词组就是 我是 是神里灵华 神里灵华的 的粉丝 按这种方式 前面那两句话的开头 就一个是我是 一个是神里灵华是 这就区别开了 到这儿咱们就成功的把句子转化成数字向量了 而且不同含义的句子对应的向量也不一样 能去崩开 而再进一步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向量的空间中的状态 比如像距离角度这些 来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似度 最终去找到一套更精准的编码 让句子的含义 也能在数字里面体现出来 比如我是神里灵华的狗 和好想被神里小姐踩在脚下 这两句话 它们无论是字数还是用词都不一样 但在合适的编码下 它们对应的数字向量就会离得很近 这样它们在语义上的相似性 就在数学角度上被表达了出来 靠这个办法 咱们其实已经可以做出一套很原始的人物智能了 首先我们要自己手动准备好一系列问题和回答 比如你是谁 我是神里灵华的狗 然后这些提前写好的问答 我们把问题编码成向量 收到用户的提问之后 我们也转成向量 然后去和写好的问题去匹配 比如用户问 你有名字吗 他也会匹配到你是谁这个问题上 然后回答 我是神里灵华的狗 这种模糊匹配搜索 就是最早期的人工智能 从这种无情的搜索机器 到今天能聊天 能陪伴 能吟师作对的大模型AI 中间又经过了哪些技术进步呢 首先编码方式又有所突破 能更高效地捕捉更恒惑的信息 而深度学习领域的发展 又让AI有了更强的大脑 这些呢 咱们就下回接着讲 行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 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他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